然后呢我们首先来去实现第一个步骤 去发送请求 可不可以用脚本来打游戏呢 可以 可以啊 这个真可以 对吧 不过容易封号 真的容易封号 对吧 像之前的话呢 我们就有人去写过 有人去写过 对吧 写过一些游戏的一些外挂 但是很危险 对吧 然后呢这个啊 这个链接的话呢 它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在后面啊 去收拾这个 学识签好吧 这个链接 他可以去把我们收拾到 这个学识签的一些信息 然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 对吧 通过我们代码去请求嘛 对不对 我们就把这个UIL 干嘛呢 给它放进来 看到没有 给它放进来 放到这里面 通过request点一个get 然后把这个UIL放进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以针对我们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玩意儿啊 去发生一个请求 好吧 然后它的话呢 这个就是 就是会反昏我们一个响应 对不对 像我们刚刚去介绍的一样 对吧 我们使用到这个request点get 对吧 请求的一个英文单词啊 其实就是叫做 叫什么 叫request 对不对 然后响应呢 它叫做response 对吧 那么请求的话呢 它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的一个代码 对吧 你看下面啊 下面有一个操作是什么呢 对吧 这个request点get 对不对 就访问到我们的一个URL 访问到我们的一个链接 然后到了访问以后 服务器呢 会给到我们响应的一个数据 那么响应在哪里呢 就在这里 看到了 看到了吧 这个就是请求 然后这个就是响应 是不是 有没有问题 好吧 不用开的是吗 暂时不用 好吧 暂时不用 我们先来看这个效果 好吧 先来看这个效果 啊 然后大家